总统大选后 随着民进党的赖清德即将会上台 两岸关系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随着中国共急继续频繁扰台 加上懦弩和台湾断交 两岸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就说了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自去年在旧金山举办峰会 并达成协议之后 两国关系进一步解冻 说两人今年会多交流 布林肯强调了 由于国内投资增加和国外关系改善 美国现在以更强大的立场 处理跟中国的关系 不过美国的签议外交委员会 针对台湾大选 继续了闭门的听证会 在中美建交45周年的活动上 大陆的驻美大使谢峰他就说了 台湾问题是现在美中关系 最爆炸性的议题 而最迫切的工作就是遏制台独势力 这对台海跟和平稳定构成的基本的威胁 更指出现今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也具爆炸性的问题 台海情势不稳定的情况下 美中关系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不过国务卿布林肯就强调了 美国跟全世界许多国家所关心的 就是和平稳定不片面改变现状 以及和平解决分歧 布林肯表示在台湾投票的前一天 他和中方资深官员在华盛顿会谈 就已经清楚表明美国对台湾和中国的立场 包括长久以来坚持的一中政策不会改变 而布林肯认为北京在这几年的作为 像是对台湾施加经济 还有军事及外交压力以及孤立 对推进中方的利益带来会是反效果的 不过中国的外长王毅 昨天已经结束在非洲四国的访问 除了延续34年来的惯例 这次访问实质台湾的总统与立委选举结束 台湾一提成为王毅此访的外交焦点 而拜访的四个国家 四国都已经针对台湾大选后的两岸关系有所表态 埃及将始终兼职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王毅则表示非常感谢他们的立场 不止埃及 阿博联盟 图尼西亚 多哥 象牙海岸 都强调会遵守一个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马来西亚与中国今年是建交50周年了 马来西亚也发声明强调 会继续秉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也善良过伙伴关系的基石 外交纷纷被施压 会影响到台湾人的心理状态吗 美国智库组织皮油研究工程 在选前进行了民调 调查了台湾民众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看法 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 其中只有3%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28%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不过大多数认为自己主要是台湾人的比例最多 高达了67% 也就是将近一半以上 也显示在身份认同上 台湾35岁以上的成人 尤其可能认为自己是纯台湾人 比例达到83% 而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这么认为 比例为72% 对比63% 在台湾身份认同与政治密不可分 也将持续影响美中台三国的关系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第四季法收会在今天登场了 这回将采取实体线上跟电话会议同步进行 不过董事长刘德英退休 海外布局先进制程用率与毛利率议题 资本支出变化以及全年的展望 都成为这次法收会最受关注的焦点 而今天最终在外资先释出看好的利多助阵下 股价挑战590关卡 带动反弹 今天开高走高以586元开出 早盘最高达到589元 最终上涨7元 涨幅达到了1.2% 收盘在588元 市值为15.27兆 守住了15兆元的大关 而台积电稍早也公告了 2023年的第四季财务报告 合并营收约6255.3亿元 计增14.4% 略优于预期 美股纯益9.21元 优于前年第三季的8.114亿元 为历史的第三高 全年的税后大赚了8385亿元 美股纯益32.34元 低于前年的39.2元 年减19.3% 但表现也相当亮眼 虽然是符合台积电自身与市场的预期 台积电2023年的全年营收为2兆 1617亿元台币 到去年的同期减少了4.5% 优于预期 且达到了历史次高的夹击 反而预料了台积电2024年的营运 渴望恢复健康成长的水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董事长刘德英向外界宣布 将于股东大会退休 并不会参与下届的董事会提名 不过刘德英比预期的时间来得早退休 因此高层调动规划 将会是外界今天关注的闭口题 外传了读董陈国词不续任 连任九届的董事曾凡成也传出了请词 刘德英稍早也强调了 将会提名总裁魏哲家担任下一个董事长 至于他自己会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多陪陪家人 另外台积电的熊本厂将在2月24号举办开幕的仪式 刘德英稍早也透露了 德国也会在2024年的开始扩厂 同时业界也相当关心台积电 是否有扩建日本厂跟美国厂的计划 至于台积电台湾厂区的规划 最先进了2奈米1.4奈米的进度 目前刘德英稍早也透露说 台南会有3奈米的进度 还有台积电针对释出半导体市场展望 都成为法人关注的目标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更是外界瞩目的焦点 一直以来都被外界视为观察半导体景气的指标 原先有消息指出 2024年的资本支出将下探280亿美元 不过外资对台积电全年资的本支出出炉了 表示有大机会将落在300到320亿美元 半导体产业分析师郑明宗他也研判了 资本支出并不会像市场所说的 低于300亿美元如此的悲观 展望2024年之前市场与多家法人机构多认为 3奈米需求较预期好 但会影响到牟利率 不过2024年的年底 半导体需求回到健康水准 再加上NB与智慧型手机需求的回温 且AI的话题发烧 相关伺服器的需求旺 虽然第一季可能还无法显现在实际的获利数字上 但预期将带动全年的业绩成长 成为强劲的动能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他也说了 鉴于高通膨与成本持续上涨等外在因素 2024年仍然有许多的不确定性 然而受惠人工智慧AI的应用迅速发展 也将是充满机会的一年 对于产业的景气 董事长刘德英也说了 希望今年会是非常健康的一年 多家外资对台积电的展望看法 也较先前相对乐观 像是美银高盛和摩根大通 都估股价会再上涨 认为今年首季淡季不淡 银收季减幅 渴望优于过往季节性的水准 牟利率有机会守住五成大关 全年的美元营收 渴望年增增于两成 资本支出规模虽然下滑 但仍然可以维持300到320亿美元的水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波资讯 您已经拿到年终奖金了吗 这一次到底能不能拿得比去年还要多 总统蔡英文在卸任之前 也帮大家喊话 说从2016年到2023年 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率达到了3.17% 不仅创下了东亚最佳表现 更优于全球的平均成长速度 拜托在场的老板们 如果营收状况还不错 公司有赚钱帮打拼的员工加薪 即多发一点点年终奖金了 不过我们从人力银行的实际数据来看 有7成8的企业表示发放的年终奖金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主要发放依据也回归过往的标准 包括个人绩效 员工年资跟部门的绩效等等的 不过能够领到年终奖金的企业当中 高达9成是人人都可以领得到 不过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也透露了 今年愿意发放年终奖金的企业占8成5 比起去年微幅下滑了3个百分点 上班组平均可以领到的年终为1.32个月 也比去年同期为降了0.02个月 两项观察年终的指标都双双下滑了 加上尽管企业已经规划年终奖金 但截至目前为止 有高达95.4%的企业还没有发出年终奖金 上班组年终奖金想落贷 可能我们都还要再等一下下了 企业在农历春节放假前一周 才发放年终奖金的 有来到34.7% 直到春节放假前一天才会发放的 来到32.5% 能够在前一个会计年度就发放年终的企业 只有2.4% 不过现在距离农历春节不到一个月了 各行各业陆续的公布年终奖金 航空议者就宣布了 发出8个月的年终奖金 经控业也有最高20个月的年终 丰厚的奖金让员工乐开怀 但也有企业的年终缩水 引发员工不满了 根据调查的交叉分析显示 年终给的最大发展的产业 和去年相比的排名出现了轮动 工商业服务业也就是金融业 以1.93个月的年终 挤下了资讯科技抢下第一名 排行第二名的是资讯科技业1.52个月 民生服务业则以平均1.45个月的年终 位居第三 相较于前一年 有3×3发布出年终 在产业中垫底 今年的成长幅度居全产业之冠 而接下来 2023年获利成长率第一名的金融股赵峰金 也办理了现金的增资 预计将募资115.5亿元 到明天都开放申购 而且除了赵峰金 还有三档新股的红包抽签 其中要登去年营收写下了历史新高 新股中签有望现赚3万 四档潜在的报酬率 介于16%到62之间 介于1月23号公开抽签 只是股票抽签都是稳赚不赔吗 法人操盘手蓝白托主力就认为了 虽然参加抽签的成本只要20元 但这不代表抽到就稳赚不赔 新股股资还是有风险的 它是出新股从开始申购登记 抽签实际拨券 这中间约需要6到9个交易日 万一市场突然有不利的因素出现 市价和申购价的价差又不够大的话 很可能拿到股票时 市价早已跌破成销价 造成不赚反赔的情况 其次就是因为没有蜜月期 只刚刚上市的时候的前5天 就是蜜月期了 通常在股市大多头交易热落时 新股上市贵后 较容易出现一波蜜月的行情价 但这也没有人能够保证 也有可能一挂牌就跳空 所以新年要发财 所要还是先等待年终奖金入带了 以上就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